嗨 当然我们这个很美丽很有气质的张执行长 也有几句话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谢谢大家 周县长 青局长 还有宏议员 还有各位亲爱的家长跟小朋友们 各位朋友大家要不安 我当然是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推展这个 在跟英国总部 Bookstar总部推展这个 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 婴幼儿阅读运动 这是针对三岁以下的小孩所做的 那么除了我们在推广阅读以外 我想最重要的可能现在爸爸妈妈最关心 也就是幼儿脑部的发展 其实幼儿脑的发展 这个婴幼儿阅读运动 跟这十几年来 对于婴幼儿脑的研究是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认真地去推广婴幼儿阅读运动 也就是说因为在三岁之前 是小孩子脑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 几乎在两岁多三岁之前 小孩子所有一生所要用的脑的网路已经形成了 那么脑的网路要形成要靠什么呢 除了他先天的基因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跟人的互动 所以你若是阿公阿嬷 或者爸爸妈妈 把孩子抱在怀里 跟他说话 拥抱他 传定你的温暖 你的眼神 你的爱给他的时候 不止你再告诉他 阅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你会促进婴幼儿脑的发展 会促进他整体 所有人格智能的发展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这个婴幼儿阅读运动 在全世界风起云涌的关系 今天我想我 我虽然是很大方的征送了一万五千本书 给我们这边台北县的孩子 不过我也要非常感谢周县长 他是非常的大力的支持 这样的一个运动 可见他非常的关怀 我们台北县的每一个孩子 因为这个是针对每一个孩子 不管你有钱 每钱男的女的住在哪里 每一个孩子 你都会收到县长给 县政府给大家的一个 免费的阅读礼带 而且这个设计呢 我们是把它拉到图书馆 我想这边有非常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是我们希望你们收到礼带之后 不只是看这两本书 重要的是你要回到图书馆 不断的去借业 也是县政府为大家准备的 适合的 适合这么小的孩子阅读的书 这些都是 那么可以不断的养成孩子的阅读习惯 因为阅读是我们将来学习最重要的能力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多重要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我要非常谢谢台北周县长跟台北市所有的工作 大家一起能够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心理基金会长期推动这个幼儿教育 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 我也很希望用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经验 来协助大家一起爱护我们的孩子 谢谢大家 谢谢张执行长哦 现在陆续丽临的贵宾还有谁呢 还有金山香护镇事务所的主任 邝慧珍邝主任 还有江翠国中的校长黄耀辉黄校长也到了现场 诶 刚刚啊奶奶带的那个手指摇回去啊 学好了就可以跟孩子一起玩哦 在家里啊除了跟孩子玩这些手指摇运动 手指摇的活动之外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律动哦 诶 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啊 我们就一起站起来动动我们的身体哦 带着孩子我们一起来做呦 你看他跳得好开心哦 来 如果你想要到台上跟奶奶做也可以 可以 可以